本院委员刘建国等13人临时提案 17号解释文内容 对于无力缴纳保惠者国家应给予适当之救助 不得进行拒绝给付 以符合宪法推行全民健康保险 保障老弱残毁 无力生活人民之意趣 以索卡方式拒绝提供医疗 服务之手段险署违宪 为符合全民健康保险制度开办之意 此针对目前以及未来可能遭受索卡之被保险人 要求健保局即刻起应成立反索卡专线 并成立专责小组 专责负责上述被保险人之通报案件 并主动与设政单位联系 积极对被保险人进行各项救济和护导措施 避免健保局停止 本院委员刘建国等13人提案 本案座如下决议 本案座如下决定